最近一位名为阿木爷爷的中国老木匠在国外走红 阿木爷爷在视频中展现了自己纯熟的木工手艺 不用一颗钉子一滴胶水就能纯手工打造鲁班凳、木孔桥、鲁班锁等工艺品 视频总播放量已超过两亿 让全世界见识到了中国传统损卯技术的魅力 各国网友纷纷感叹这是什么神奇的中国功夫 面对走红阿木爷爷表示自己不是什么网红 只是一个普通农民 希望能更好地传承中华文化 听听他这么说吧 儿子说反正成了网红了 我什么网红啊 我们都是一个普通的农民 在家里干活 也干着木工活 也送地 到底这个龙伴凳 小猪佩奇 电像金刚 中国馆 这几样东西也特别难了 我就说也在网上查些个资料 一次不成功 两次 有时候到深夜一年到两年 最热叫 像在中国这些文化产品啊 你是干的老小的老 你干一辈子也缺不完 从这13岁那年都开始 跟那家打家具 办办家门 干办家活 吃办家饭 但这个木工活干了又快50年了吧 家里呢 基本上这是个家具吧 我家里花筋啊 或者床啊 这些东西就是我自己做的 这个事情如果大家看到了 你怕失聪啊 比如说要被儿子说 你学一学啊 学儿子吧 对这方面啊 他也挺亲近的 我看也可以 大家算是什么大师级别的 但不过都是 耐心 耐耐学习 在我们中国这个传统文化 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老师傅 但是 产业 就是没展现出来 你还没有要是来展现出来 我们中国这个传统文化 更好了 寻想 我们中国这边在我身为 i know that 我们下转过了 但是我们的 可能你不应该oa 这边 我们下转会